虽然州议会是一个立法机构 但是它还是要尊重法律 法律的原则 而且在这一次的事件中 州议会已经越权了 没有人能够超越法律 而当州议会越权的当儿 法庭就有权利去干涉州议会的判权 被指拥有双重国籍到行动党普议区州议员陈长峰 去年5月被州议会通过表决 撤销他的议员资格 陈长峰之后入禀法庭挑战州议会越权 结果今天二度胜诉 成功保住他的州议员资格 对此新动党沙州委员会主席张介仁 呼吁沙州政府停止再赏诉 以免违背民意 这两年期间他也做得非常的称职 就是也有把不救的人民的心声 带进州议会在服务上面 服务选民方面也可选可点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认为没有沙州政府没有必要 再进行这种的不畏的支持避害 所以我也呼吁沙州政府 也不需要再议员 也不需要再散诉到联邦法院 因为毕竟他也做了两年了 再等联邦法院要apply leave 还要一大段的时间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 他们的这种动作 是在违背民意 违背民意的动作 因为他们违背不足的选民 所以这种违背民意的动作 应该立刻停止了 另外张建仁也再三强调 陈长峰对沙州的忠诚度 不该再被质疑 因为他在沙州大选前 就已经放弃澳洲国籍 更指责沙州议会的行为 不但非法也毫无意义 在州议会的时候 当他们提升整个动议的时候 根本就是以非常高压的手段 甚至连半个小时的时间 也不给我们去商量 或者怎样去参与辩论 就是今天犯性动议 今天立刻就要变冷 那么在整个事件中 两个法庭已经判决 他们的州议会的程序 取消他的资格是非法的 然后这是高厅 以及今天的散述庭的判决 整个事件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而且是浪费人民的钱 的一个动作 陈长峰是谈谈真正 民选的一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